大年初二也就是2月11号是藏族这历法当中的新年 流亡藏人今年不过年要哀掉将近100名自焚死见的藏包 转经轮 伏地膜拜 甘肃省夏河县的藏人在藏历新年这一天 徒步到当地最大的拉普勒斯祈福 不过看不到任何过年气氛 不管是金刚武免灾还是放鞭炮驱邪 都低调甚至不举行 因为2009年至今近百名藏人自焚 夏河这个地方就有20人 藏人传统在哀悼的时候是不庆祝的 为了那些以自己生命要换得藏人民主自由的同胞 这个新年藏人选择不唱歌不跳舞 不举办任何新年活动 甘肃一带的藏人聚集地都被军方架起的路障看守 就连来访的外籍媒体进出都受到军方严格控管 当地喇嘛就连匿名受访都不愿意 就是生怕被官方找到借口对藏人施暴 但是换一个场景 大陆中央电视台镜头下的西藏自治区 却在藏力新年前戏举办大型歌舞表演 大批藏人欢喜迎新年 藏人拿着五星旗挥舞 着军装的观众拿着哈达同乐 让人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藏区的真面目 一点是综合报道